我們現在呢 再把一支筆加進來 你看我們這邊 寫字寫出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筆跟著它寫 對不對 那這支筆呢 我們在這裡有準備一支鋼筆 好 所以我就從這邊找到 我回到剛剛我建立的 我先把筆丟出來 把他丟出來 那因為預設比較大隻 所以你覺得有需要調整的 你可以按鍵盤上的S 有沒有 Scale 跑出來了 這裡我先把它縮小一點點 縮到適當大小 OK 差不多 所以我把筆拿出來 但是各位 你要寫的時候用哪裡寫 是用筆尖去寫 可是你看一下它預設中心點下來 是怎麼圖整的正中間 所以這個位置不對 我們需要像我們這裡 學習重點裡面講的 你要用調整中心點工具 把它的中心點移到哪裡 移到筆尖去 所以我們看一下喔 AE的調整中心點工具在這裡 這個按下去 請你把這個圓圓的中心點 拉拉拉 放到筆尖這裡來 這樣待會呢 它在做移動的時候 就會用這裡去對準路徑 這樣有沒有了解 那一個前提請大家記得 是先調整之後再去做路徑 你如果對好路徑之後再去做這裡 比較容易失敗 所以我通常會先把中心點先調好 那中心點的工具真的沒有什麼復用 就只有調整中心點而已 所以請你用完之後一定要回到健康 你才可以繼續做其他的這些功能 這樣有沒有調整好了 接著我們就跟剛剛寫字的那個方法一樣 來你看一下 也是要加程式 但是加的方式都一模一樣 來你看 我把它拉開 我們現在這支筆的位置 我按一下鍵盤上的P 好 你看到這裡 現在我把它的位置打開了 這個你可以先收起來 這樣我比較好找到它 有沒有我兩個位置都打開了 現在我點到鋼筆 因為要從鋼筆這邊去寫 我要請它幫我把這個路徑跟著它走 對不對 跟著它走 所以我現在呢 點到這裡之後 找到我們上面的選單 Animation 動畫 有沒有跟剛剛一樣 Adivation 加進來 一樣的 把它增加出來之後 這個朱尾巴按著它 告訴它 我的位置就是要參考你的 放開 就這樣 我們來試看看喔 你來看看這支筆 有沒有不小心就跟著它走了 因為都一樣啊 對不對 你寫出來也是參考那個路徑 那這支筆是也是參考它的路徑 這樣兩個 因為時間是一樣的就會跟著 所以以後如果你萬一寫的內容有變 這裡刪掉 你就可以改完了這兩個筆自動 跟那個筆跡就會自動跟著變新的 這樣有清楚了嗎 所以你可以參考看看喔 這是我們第一次去用A的寫程式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難 可是你只是拉個注意吧 重點是那個概念你要懂 概念你要知道